随着18年的到来,最后一批90后也成年了,尽管还有一批正处于大学生活中,但大部分已经走上社会了。 其中不少一批新军娱乐圈,并且道红大子,尽管年龄相宝,他们的品位却差别很大,就拿开的这来说,年龄相差不到三岁的陆寒,张一山,皇子道品位差距很大,陆寒出生年份,1990之前有人爆料陆寒的坐驾为一辆大众甲壳虫,其实不然,那只是一个代言广告而已。 陆寒真正的坐驾为一辆马沙拉蒂DT,这辆意大力顶级的跑车排量,高达4.7升,最大时速可达315千米每小时,售价高达240到288万人民币,不过就对片酬高达几千万的陆寒来说只是小意思。 杨阳出生年份,1991作为最红小鲜肉之一,杨阳的坐驾怎么能差了呢? 在一次回老家中杨阳,被拍到驾驶一辆马沙拉蒂总裁,这辆车价格在140到190万人民币之间,排量为3.0T和3.8T两种。 张义山出生年份,1992别人都开着跑车聊迈,兜风的同时,张义山的品味很硬类。 宝马XU作为一辆顶级SUV就是狂野的代言词,看来现实生活里的张义山也和电视剧中一样的狂野不羁。 昨日的刘欣同学,今日开着这辆售价,80到110万里SUV,不免让人感叹,黄子道出生年份,1993黄子道,早年他就曾经晒出过自己的劳斯莱斯,后来更是被拍到驾驶兰伯基尼尔Ventador。 这辆价值700万人民币的跑车,可能很多明星都只能傲而却步,很多人曾指以黄子道炫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,但今天的黄子道了已经是富一代了,完全有能力给自己置办这样的好车。 正爽出生年份,1991大屏幕上可爱正爽,现实中也是如此,他的座驾是一辆宝马Mini Cooper,尽管这辆车,50万以内的价格对他来说有些寒酸,但全车轴身粉色,内饰也为本侧绝对是萌内子的不二之选。 迪丽热巴出生年份,1992新一代女神迪丽热巴可是相当高调,但么女神配上法拉利GTC4LF-T,也算是绝配了。 这辆价值400万左右的跑车代表了意大利的顶级跑车工艺,周冬雨成盛年份,1992不愧是张义山的老搭档,连车的品位都一样,同样是顶级SUV的保时捷卡燕要稍高跑马X6一头, 难怪电视剧中周冬雨总能压张义山一头了,好了,豪车也看完了,该爆下手机拿起砖了。